國內疫情嚴峻 雙北的醫療量能吃緊 指揮中心宣布雙北專責病房 可以彈性調整 不需要一人儀式 另外 血液透析需要長期住院患者 也會集中到北市聯誼和平院區 及三種的松山分院 也不再現一人儀式 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讓醫院的量能受到挑戰 日前 臺北市長柯文哲呼籲放寬 確診病患一人儀式的規定 指揮中心同意雙北能彈性調整 包括若需長期住院洗腎的病患 也不再限制一人儀式 因應疫情對於病床的大量需求 指揮中心希望各地的政府 五百床以上醫院在二十八號前完成 十分之一病床數 開設為專責病床 專責加護病房的部分 原則上是請醫學中心 準醫學中心開設約二十床 其他區域的醫院則是設置十床 估計有七百床左右 可供雙北重症患者使用 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目前全臺負壓病床共計一千零二十一床上有兩百六十八床 可用其中雙北空床 至於專責病房 在各醫院陸續開設完畢後 總計有三千四百零七床 其中四百一十九床在雙北 將以全國之力協助雙北重症患者治療 記者5月陳立峰推播